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另外一个从台湾来 这本我没有 对 那个是前年的 那么今年就阿飘 阿飘呢 还真是一个赶得上非常潮的题目 对不对 阿飘来 阿飘去 但是呢 上官邸先生 就是小说家刘兆玄院长呢 就巧妙的运用了阿飘这个概念 跟外星生命结合起来 上可以拉到我们的司马迁 下可以谈到我们现在的台湾的政局 还有又拉到呢 美中台三角关系 太复杂了 这次的小说 我印象里面很深刻 就是他是他的线索非常的多样 所以你在写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布局好了吗 没有 没有 那你最早的时候开始出发点的时候 你那个源头的点是什么 其实源头点是一个很比较无趣的 那么我想谈一下谈民主 OK 就想谈现在的这个民主的困境 没错 这是这本书里面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可是因为放在小说里了 对 所以他就不会变成本书 可是我想 我后来想想 我想要讲的这些话 如果讲出来的话 大概听到的人会掩耳激走 都会觉得太无聊了 可是如果说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小说 说不定就是 有一定的感染力 那就开始构思这个小说 所有的东西就是 就是沿着这条线 慢慢慢慢这样子都拉进来的 就是变成这样一个 目前这样的一个架构 之所以会变成科幻的一部分 其实是来自于 在写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去揭发很多事情的内幕 很多事情的内幕 其实你只是透过一般的方式 让这个作者 好像他什么时候看得见 这样写 比较没有说服力 所以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组合 就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媒体人 加上无所不在的一个外星人 他可以去看到很多 记者看不见的场景 这样结合起来的话 就可以把很多事情的背后 然后把它还原 呈现在这个读者面前 我觉得这是蛮有趣 有这样的想法以后 就再去想 这个外星人冲何而来 事实上他为什么要来 他来的话 他是在学习 就很讽刺的一个写法 我是想要对现在的民主 在这边的一些困境也好 说是一些不是很理想的 这样的情况 他做一些描述的时候 这个外星人 却到地球上面来学习民主 他既然要想来学习这些东西的话 也许他应该不止来一次 2000年起说不定就来过了 因为那个时候 在汉朝的盛世 西汉五帝的时候盛世 那你要找西汉的时候的话 你要想一个 你不可能到西汉的长安 去找一个路人甲 做你的主角 所以选择了司马迁 这个每个人都知道他的 他的做太史令 他一定对于那个时候的一些 典章制度什么东西 非常的熟悉 所以就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的话 很好 然后从司马迁里面 再去查他的那些 他的一些私人的一些 他的家庭 他的太太 甚至于仪式上 他还有个妾 就从这个妾这边 开始切出另外一个点出来 太丰富了 我是有点surprise 我开始并没有 没有说先想好司马迁 才去写的 写小说好玩就在这里 可是你晓得这也就是人类的这种 我们说在这个用叙述来说的话 人类在叙述 他对世界的好奇的时候 最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说一边叙述 他就一边发展 一边发展就一边再叙述 所以他到后就变一个颇蓝壮阔的 各种的传奇 各种的野史 各种的故事就出来了 这是最小说最有趣的一个地方 好 刚才各位听到的刘兆玄院长 是提到他这本小说 这本非常有想象力 而且有现实感的阿飘 你知道吗 刚好在听你讲的时候 我脑海人就要想到了 这个中国历史上 真的大概就这一部最浩瀚的 这个神鬼的神鬼字 就是普松林所写的辽斋 那辽斋他有一首诗很有名 我们常说 廖音艳作人间语 爱听秋粉鬼唱诗 什么意思呢 就是人有时候很奇怪 你要正正经经的 正经八百的 去跟讲人生的道理 大家就觉得 哦 刚刚讲什么 掩耳挤走 对不对 大家就跑掉了 可是呢 你把它转换一下 像古代的说书人 我再跟你说一个故事 我跟你说个鬼的故事 我跟你说个神仙的故事 我跟你说一个呢 英雄气短的故事 美人磁目的故事 大家就听得非常好奇 对不对 可是 你在讲这个的同时 古代的说书人 就把所有他对于历史的评价 人物的褒贬 就放进去了 那这就是小说 吸引人的地方 我想刘兆勋院长呢 在学者从政 然后当了行政院长 当了隔魁之后 回过头来 重拾他的过去写的小说的笔 武侠小说的笔 然后企图音还更大 写了这本 阿飘 阿飘的确像刚才院长所讲的 上至司马迁 然后他的爱妾 青鱼 突然间消失开始 轴线就拉到了现在的台湾 拉到台湾之后 很多人很好奇 有没有讲到了我们的国安系统 讲到了立法院的系统 讲到了总统府 讲到了国会的生态 讲到了媒体的生态 进而讲到了台湾的国防武器的自治 又拉到了美国 又线索又拉到美国 然后美国又探讨到了 刚刚所讲台湾的民主 跟美国的民主 所出现的各种的问题 这背后又拉到一个有为的记者 这书里面所写的 跟他的女朋友 也是个媒体的主管 他们联手想要来对台湾的 从媒体看到的政治背后的阴谋 黑暗的面要揪发 可是又安排了一个阿飘 一个来自于宇宙的高度 外星人的高度 在看待事情的全局 你知道吗 你刚才描述的时候 我就在想 这书最有趣的就是 因为你也似乎提醒了我们 每一个人所能看到的真理的面向 都是部分的 如果有上帝存在 那个上帝就是外星人 他看到所有的 可是上帝人不言不语 他不会做出任何的答案 所以到最后还是要靠人的世界里面 慢慢去拼凑 那只不过这个外星人 总会适时的给予 这个地球的记者 台湾的记者 巧妙的提供一些资讯 让他可以去挖掘真相 我一定要问一个问题 很多人都问过你了 这是你从政多年 你内心的感叹吗 民主滑落如此 其实我以前 你知道吗 我是练理工的 练科学的 我没有花很多时间去思考这类的问题 那当后来 进入到政府以后 就慢慢的就觉得 也有很多亲身的感受了 就是想的比较深一点 想这些问题 但是写到这本书的时候 跟我的经历的关系是这样 我经历到的一些事情 我一些想法 碰到的一些人 我把他们的特色拿出来以后 把它打碎了 重组 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多事情 很多人物 你会觉得似曾相识 但你仔细去看的话 其实也没有那样一个人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 把我的一些想法 在这个发展当中 把它慢慢的告诉读者 好 这本书阿飘是由时报出版 为上官鼎所出版的 书背上就写着上官鼎著 但上官鼎 其实你只要稍微了解的话 大概都知道 他就是前行政院长 刘兆玄院长 他是学理工出身的 一点没错 可是这本小说的线索 拉得非常开 既可以让我们好好地反省一下 我们在台湾活着 我们所看到的民主的背后 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可以让我们拉空心思去想 假如真的有一个外星人的话 外星人看到地球上的美国 看到地球上的台湾 他们会怎么想地球人的生活世界呢 马上回来 阿飘 那我请教你 那个院长 你在写这个书的时候 一定有一个写作者的处境 就是说 要怎么把一个 两千年前 司马迁身边的那一个爱妾 青鱼 突然间拉到 两千年后 在地球上的台湾 所发生的阿飘的这个事件 外星人的这个事件里面 要串联起来 而且我觉得 你会特别拉到司马迁的那一段 一定有你的含义 对不对 不会莫名其妙 只选一个太史公吗 去写他 为什么敢立抗众议 去触怒汉武帝 为这个李玲讲话 最后落到自己 公刑伺候 然后最后 忍辱偷生的写下史记 你一定有你的想法 先讲在这个技术面 技术面有一个困难 就是您刚刚讲 两千年这个差异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 要用科幻的方式 把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 变成可能 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 他的这个妾 回到星球上去以后 二十年 地球就过了两千年 这个时空的 再来的话 就是他的第二代 对 他的下一代 第二代已经 因为他回去的时候 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 所以第二代 二十年以后 就是二十岁了 就书里面的施永汉 对对 他已经二十岁了 二十岁以后 他再到地球来的话 就当我们今天 所以这个就把这个问题解决 这个就是让他 至少在看科幻小说 看惯的人的眼中 是觉得是合理的 那么在实质上 你讲到 为什么选司马迁 除了我开始讲的这个问题 已经谈到一部分以外 那确实是我对他非常钦佩 我喜欢有个人的感觉 我插个话 你有没有一点企图心 就是用小说来写史 做出一定的一个对一个历史 一个时代的某些自己的判断 我有这个想法 其实你如果看 不然你不会选太史公的 对 我觉得太史公是一个 很少见的一个写历史 那么注重 所谓一个侠 侠的这个 广义的这个侠的精神 你看他在 就正义感 对 这个正义感 他在这个里面 居然可以有游侠列转 花很多的篇幅 来讲这件事情 所以 其实你如果看我写的小说里面 贯圈当中的就是这个字 武侠小说不用讲了 对啊 那不用讲了 你这一讲 大家都能想到 你从开始 但其实我后来写的 非武侠小说当中 还是这个字 所以就有很多人 我虽然换了很不一样的题材 他仍然说 三贯题写的是武侠小说 2.0版 3.0版 他还是讲的是这样 所以我想这个东西 一直在我 就是正义感的 这个所谓的侠气 这个精神 一直是在我的想法里面 所以说贯穿在 每一个小说当中 所以我写到最后的时候 写到最后 这本书的最后的时候 那小女孩 就提醒了外星人 说 你妈妈也是个女侠 好 刚才院长所提到 这个小女孩 是这个小说里面 刚才我们聊的时候 没有聊到的 就是说这个小说 除了触及到 美中台三角的 这种大的关系之外 他在两岸这部分 也安排了 两个年轻的小孩 透过两岸的天文的 营队 下令营的 有些像暑期营队的 这个方式 有了一些接触 对话 其实也看得出来 院长是有一些企图性的 就是在这里去 似乎也 暗中的讨论了 也期待了某种 交给下一代 去思索两岸的对话 两岸的这种互动 特别的这种巧妙的 就安排 我觉得这个 这个企图性也看出来了 所以这个小说 其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 寒瓜面 非常大的 但是我 我比较好奇的 也非常敬佩 就是 你晓得 小说的格局 一旦大了之后 作者最大的挑战 不管是通俗小说 还是严肃小说 就是读者一定会看 你怎么收回来 你怎么这么多线 你要怎么收回来 而且要收到一个刚刚好 还不能 不会让大家觉得说 那怎么搞 中间那个人怎么不见 后来三分之二 写了一半 这个人就没有下文了 过去有时候 我们调侃说 早期的某一些 连载的武侠小说 常会有这种结果 理由就是因为 他 谢谢 他可能因为连载的关系 或者剧情反应的关系 他最后就巧妙了 那段就没有了 可是一本小说 是一个完整的成品 不可能的 所以通常 你是怎么去驾驭 你的这些不同的线 就是回到我刚刚讲的 你开始构想的时候 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 可是会越写 线就拉得越开 角色的越来越多 那最后你要怎么收回来 我听过我的好朋友 小说家张大春 他很骄傲的说 这就是小说家 高明与否的地方 他呢 照样还可以倒回来 把他再收回来 那你呢 我觉得确实是 有这种感觉 写小说人 是会觉得这个事情 是一个挑战 可是因为我这个 可能是因为 很年轻的时候 开始写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是非常非常多的线 那最后还是要收回来 多半 大部分的小说收的就很 不是那么漂亮 那么干净 不是每一个作家都能够像 比如像金庸那样子的 他收法自如 但是因为写那样子的小说 其实是有这个training 有这个训练 就是你要写的时候 你在开始往外放的时候 你心里面已经在想 这个东西怎么回来 未来怎么 我们是早在恰当点上 要让他给回来 没错 因为这小说拉的面很开 但是话说回来了 在写完这本小说以后 我那天新书发表会 我也到了 其实很多人 会从不同角度来诠释了 那作为一个小说家 我很喜欢问这个写作者 就当你听到 这些不同诠释的时候 你内心里面 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感触呢 意思就是说 一定有一些评论是 你会想到 他会联想到这个地方 蛮有趣的 但又一定要会发现到 他根本完全扭曲了 我原来的意思 作为一个小说家 当这个作品出来以后 你会怎么去看待 外界的讨论跟评论 其实是很平常心 就是你讲是看到 确实是有时候会惊喜 他会想到一个 我原来是没有想到的 我原来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可以触动 就是诠释 触动读者这样子诠释 是让我惊喜 这个是有的 但也会有一些 就是说可以显示出 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被误解了 或者是有点这种 作面眼给瞎子看 这种感觉 但事实上这种的话 也是觉得很 是OK 这不会怎么样 而且我一直觉得 小说家 其实我们当年 你刚刚提到史记 其实在早期 史记里面 或者古代 我们在整理中国的各种的流派 学说的起源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对小说家 做了一些定义了 小说家就杂家者流 他其实就是各种东西 杂一杂八的东西 实际上这个小说家 杂家者流这四个字 概念是很吻合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如果没有这种杂学的话 小说是很难写的 很好的 比方说 在阿飘 这本这个书里面呢 巧妙的运用了一个 从政的人 他在从政的时候 跟从政之后 他对于贵州的地方戏曲 挪戏 这个信 这个得认识 那时候我就看这段 我心里就在笑 我说你看 这就是小说家 在某种程度的炫学了 对不对 很显然 你一定对这个戏 或者这个地方的戏曲 有一定程度的好奇跟喜好 你才会安插住这个 而且这个东西出来 也不能够只是炫学 因为有些小说家 会在写某一东西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纯粹就炫学 为什么 他在整个小说当中 没有上下的意义 就是孤立在那个地方 可是在这里面你有 你显然是用挪戏的 某种表演的方式 在嘲讽了 或者是暗喻了政治人物的 理表表里之间 不合的 那个那个现实 挪戏 你是怎么对他有好奇 我跟各位讲 这个字为什么要特别问呢 读这本小说 你至少要学到这个字 这字呢 是一个海滩的滩 你把三叠水去掉 加个人字旁 所以多数人呢 见边念边的话 都会念成滩 但它事实上是 那窝挪 挪戏 是 是 我 我知道这个戏 也是偶然的忌讳 有朋友送我一个面具 他说这个是 真的从大陆带来的 唱挪戏 演挪戏的时候 一定会戴一个面具 木头做的 然后我就觉得那面具 做的是一个 看起来蛮可怕的 像个妖怪 这样的一个面具 可是我从那边看 对这个戏有兴趣 这很古老的戏 就是可以说是民间的 把民间的这个艺术跟宗教 就是那种乡野的宗教 那种东西结合在一起的东西 现在也慢慢示威了 不过还有人在研究这个东西 我那个朋友就是研究这个东西的 所以他送我一个面具 我就开始对这个有一定的了解 那就巧妙的放在小说里了 是的 这就是小说家的 杂家者流的博学的某种骄傲的地方 你不服气吗 先小说 马上回来 好 我们今天在现场为各位请到的 前行政院长 现在是一位作家 武侠小说家 刘兆旋先生 笔名上官顶 时报出版 为他出版了最新的一本书 阿飘 这本书而且很特别 这本书出版之后 引起了一定程度的重视 所以文字版呢 是由时报出版 但是影像的版权呢 则是由禁文学拿走了 禁文学呢 希望能够透过改编 或者是写剧 重新写剧本的方式呢 让它变成一个影像的可能 所以将来 这也是台湾未来要把出版做大 可能要尝试的 至少从多元角度 不是一出一本书出来了 出完了 那以后就任由这个市场上面去看运气 而是一开始就是一个企划性的编辑的方式 好 上官典先生 刘兆玄院长在我们的现场 就理性的层面来看的话 你相信这个世界有鬼神之论 或宇宙的外太空的生命 你相信这些吗 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 我先讲外太空的 我是相信外太空的这个生命 因为我觉得有的机会比没有的机会大 这几率应该是很高的 对对对 至于鬼神的事情的话 其实是比较接近于像你相信就会有 比较是接近这样子的 这个就是 有些像你心沉不沉 这种问题就比较难回答 那放在小说里面 把它巧妙的结合起来 比如说阿飘 阿飘在你的书里面 其实可以发现到 他的无所不在 也常常是 当这个 我们看到民主政治里面 出现了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 他总是巧妙的在那里 像一个上帝一样 静静的窥视了全场的发展 对不对 那只不过是碰到了这里面的手艺 求手艺 这个媒体人 非常正义感的这个媒体人 跟他频率突然间对接了 他就可以从他那边下载到 看到某一些事实的真相 可是又非常有趣 我一直觉得这小说里面 这一段的描述是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说我是一个正义的记者 可是我在推凑一个事情的 全局的全貌的时候 我真的不可能看到全部的局面 所以我只能从我有限的资料里面 还有我的访谈的各种线索里 大概把它拼出来 可是真的呢 假如有一个上帝 或假如有一个外星人的话 他看到全局的话 可他又不能告诉你 你想的 这其实是一种小说 或者戏剧里面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说一定有人知道真相 但是很抱歉 活着的人 能够掌握的人 永远没有办法拼凑到这个真相 所以才会有电视或电影里面 写出那种说有人托梦 鬼神托梦 上帝启示 等等等等的 所以这其实也是人世间的某种无奈 你看我们那天碰到那个 Dan Brown 对 Dan Brown 他的新书发表会 我们在这边碰到了 对 他的这本这个起源里面 其实也有一个外星人 不过那个外星人是个电脑 对 无所不知的电脑 无所不知的超级电脑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其实是蛮 想法是蛮接近的 很接近的 没错没错 大家就不同的隐喻来来表达 如果有一个全知全能的 他那就是一个超级的AI的这样一个电脑 到最后人怎样 人是努力的 只能够努力的去完成我们自己 局部探索全局的这种 这种使命感 是啊 我们能够这个看到的这里面的话 去求 求取 最最高的境界 所以你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你相信我们凭我们的努力 凭着大家的觉醒 凭着包括你写作的方式 去揭露某些局部的看到的东西 让大家去推想 那个全局可能是什么 全貌可能是什么 你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相信我 理性能做到这些事情 我是一个 一个无可救药的 乐观主义者 我也相信 因为 我说我也相信你是一个这样的人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你根本不需要写作 对不对 我们之所以我愿意写作 去揭露某些事情 所以揭露 当然不一定是一定揭露所谓的弊案 而是说去揭露人性的阴暗 人性的脆弱 或者我们所看到的世界的不完美 都是因为我们相信 你写出来之后 别人看到了 别人会被你感触到 然后就形成一股 一种力量 不错 写作就是这样子 其实像这本写 当然它躲在后面的 表面上是IPO 其实躲在后面 讲的是民主 那我其实非常希望 年轻的读者 来从这里面 可以得到一些什么 因为我想这个 即便是现在的民主政治 像美国式的 台湾式的 都遇到一定的瓶颈 可是他的未来 怎么去的话 其实还是要靠 一个比较坚实的 更多的这种公民 就是citizen 不是just people 这是公民 那这个年轻人 如果有更多的人 去想这些问题的话 我们就有机会得到 更多的中间的这一块的人 他们对民主 他们的理念 看什么 有自己的看法 而不是说跟着 比如跟着政党走 跟着这个政治人物走 那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慢慢就是 就是越来越分 越来越分 最后变成民粹 会变成完全是 是通通是polarize 就是对立的 对立的 所以我 我还是有这样子 一个期待 怎么样能够 让这个力量起来 让中间的这个 这个有公民意识的起来 我觉得这是我们 唯一的希望 因为民主不完美的时候 怎么办 你不可能会走到 这个反民主的方向 你还是要用更 甚至说用更民主 更正面的去看这个问题 你才有解 院长你是 真正在政治圈里面 打滚过好一阵子 从这个行政院的副院长 到这个隔了几年之后 再重新回来当了院长 所以你很清楚的知道 光有一个理念 光有一些善良的意志 然后有一个很相当程度 自己规划出来 还不错的政策 不足以成就一个 对的政治事业 因为这个东西 一丢出去之后 就像你小说里面写的一样 利益再好的一个水库 利益再好的一个 一个地方的开发 都可能因为不同的 势力的介入 到最后呢 打了很大的折扣 好 这是民主政治 几乎也是无可避免的 当然我们美化民主政治的时候 都会说 这个是多元的沟通 多元的意见等等 可是从负面角度来看的话 常常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 七则八扣以后 到时候拼出来是个四不像 所以你知道这个理论跟现实的差距 你也知道现实政治上 你经历过了那些痛苦 现在回头再想 包括我们从阿飘这本书来理解 台湾的民主或美国的民主 你认为 政治人物 如果真的有心要来把 透过民主的形式 把他的想法跟政策 做得更好的话 至少经过你的经历的这些教训来看的话 你现在会怎么反省 该怎么做 我现在说 来看这个问题的话 我不会指望政治人物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指望的是公民 就可能要花花一些时间 有一些人愿意去投入到这件事情上面去 我觉得你只是指望 我们忽然出现一个非常有 报复 有什么样的这样子的政治人物 能有能力又很强 又可以接低气 这样的人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 我懂 这种风险还蛮大的有时候 对 但是问题是 公民也是一个多数 也是一个负数表示 是 对不对 所以这就表示说 不是一个人 两个人可以解决的问题 就是要从 整个这一个制度里面 就要有一些 来培养这样子的 这个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现在没有 现在事实上大家 拿到权力以后 哪里会去做这个事情 拿到权力以后大概就是 就我书上有讲到 就是说 当选的第二天 就是说我们高兴一天就好 第二天不是 马上来为民服务 第二天就在想 怎么连任 怎么赢得下一次选举 这样子的倾向下去的话 就会造成现在这些 所有的这些麻烦 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钱跟权 这之间的交换 现在美国也是这样 你说哪有一个 一个选一个总统 需要十 可以有十亿美金 十亿美金的政治捐献 这个是太超过了 是不是 我认得一些 其实像美国 已经那么多年的民主 这实行了这么长时间 照说应该比我们 更成熟的这样的一个民主 他们也在做草根性的培养公民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叫做citizen university 就公民大学 就像我们的社区大学 他里面不是做职业训练 他在培养公民 就是让很多人去上 一个礼拜去上一天 就等于他们 他们的前辈 他们的比他们 早一两辈的祖先 每一天 每个礼拜 一定会花一天去教堂 就是他希望能够做到 这样子的时候 美国的政治会重新revive 会有重生 但这个不是一天 没错 这是大功臣 我正要讲的 这是一个大功臣 民主重新重建的一种大功臣 可是也似乎只有从这个地方 才能够真正的走出来那种 不必要的政党的对立 意识形态的纠结了 好 在我们现场是刘兆玄院长 上官鼎 作家上官鼎的阿飘 马上回来 每一个人其实都应该有不同的面向了 有时候我们看一些big person 一些大人物 会觉得说 他们表面上的 形象大概就 就你认为的那个大人物的形象了 可是再回头想一想 他也是个活生生的人 是一个很具体的人 他也是一个有生命成长轨迹的人 如果这样想 我们也许对一个 所谓的big person 那个大人物 就会有比较更多面向的好奇了 比方说 作为一个学者 理工科出身的学者 当过国立大学的校长 然后也当过行政院长的 刘兆玄来说 你换个角度 不去看他过去的那些面向 而是回过头来看他早年写五家小说 然后他的博学跟他的杂学的广 然后最后看到他这几年 卸任院长之后 离开了政坛之后 他用写作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才华 表达他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之后 也许你对刘兆玄的定义 就会有新的面貌出来 我想这也是写作最有意思的地方 你不做或者是你不去想 你不去写 其实别人永远会用以前的形象来概括你 所以我想现在至少我们看到刘兆玄的时候会知道 他不只是一个理工科的教授大学的校长 不只是一个行政院长 他还有一个作家的心境 回头来请教这个院长 写小说之后这几年 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跟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写作的快乐 有人说写作过程很苦 我从来没感觉过 你下笔如有神 因为这本书不是听说几个月时间就皮皮啪啪写出来了 我这个写了五个月 因为我比较没有那种 就是常常会有什么写到困境里面 写不下去这种感觉 也许是我运气好 或者是也许我写的题材 不是那么艰深 我基本上是以一个说故事的方式在做写作 可是这角色还是有很多角色 你还需要去编派他们的责任 我写 因为以前是写五家小说 年轻的时候就写了 这个对你来讲不是问题 所以比较收放之如 我享受写作的乐趣以外 其实最快乐的事情 是每一本书里面都有一两句话 我想要讲的 那这一两句话 你用各种方式去讲 我觉得都没有小说来讲最有趣 因为最后小说是把这句话藏在故事里面了 读者自己去想 这个就比你直接讲那一句话有意思的多 所以必定要一定要有一些 你要想讲什么东西你才会有写作的对我来说 才会有写作的这个冲动 假设只是因为我现在不是一个职业作家 我没有一定要写作的这个压力 也没有什么合同都没有 所以我是觉得有一个东西我要讲的时候 我在想我就能够把它讲得漂亮 把它讲得感人 但是你现在的写作有一套计划 比如说RPL这样出来了 这段时间可能稍微要为了打输 或者为了输的一些其他的领域的这种发展 你会稍微就忙碌一点 可是下一本书脑海中已经在转了吗 有一点影子 但是还没有好好坐下来去想 因为我最近还在忙一个 因为我们那个基金会还有很多事情 刚好也是最近要出来 比较忙 我是非常鼓励大家在日常里面写作的 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的日常里面都会看到一些东西 你愿意动笔去写 这些日常的记忆和反省就会变得非常的鲜明 而且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所以其实我们讲出我们的故事 都会让别的人去理解到说 原来有人是这样看问题 有人是这样经历他的人生跟生活的 所以写作能够丰富这个世界 丰富你自己 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完全同意你 我觉得你讲法非常好 鼓励大家有什么事情 自己有些想法把它写出来 因为真的没有什么 真正平凡到不能写的题材 你放心 每一个人生活仔细去看都是不平凡的 哪怕他只是一个小店员 他看到的世界就很有趣 你放心 认真的写 至少在我们现场的前行政院长 上官顶 刘兆玄先生呢 告诉你写作是开心的一件事 今天非常谢谢上官顶 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好 时报文化为上官顶 刘兆玄院长出版了这篇 阿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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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离开后的是你 手机静静在那边 突然铃声响起是谁 空无一人的房间 破水 破水 走动的午夜 经过身边影子是谁 无一人的房间 上你离开的那天 像个不停的音乐 铃声提醒我有你在的每一天 心里不要再来变 云影也别再留言 请你给我时间 能慢慢忘记你的脸 空无隐忍的房间 回忆相思在蔓延 我拿什么评笔你声音的语会 心里不要再来变 云影也别再留言 求你给我时间 不愿